主持人 母親節 還有我們的老師 還有我們的小朋友 今天要給我們帶來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音樂 跟一個戲劇 一個演出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小朋友 親愛的媽媽 媽媽 我愛你 你永遠如此美麗 請讓我抱抱 抱抱 抱抱你 這些年來辛苦你 親愛的媽媽 媽媽 我愛你 不想真的離開你 好想說謝謝 謝謝 謝謝你 有愛灌溉我生命 有你愛的鼓勵 我不害怕風雨 請原諒我不在身邊 求助耶穌保護你 親愛的媽媽 媽媽 我愛你 你永遠如此美麗 請讓我抱抱 抱抱 抱抱抱你 這些年來辛苦你 親愛的媽媽 媽媽 媽媽 我愛你 不想真的離開你 好想說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用來灌溉我生命 愛我愛你 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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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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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叫我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过天上,反光明 好想你温柔眼睛 妈妈,妈妈,我爱你 求主耶稣保护你 请名字幕称 打掌好不好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想为所有母亲祷告 可以的话 如果你的妈妈在你的旁边 可不可以你就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 或者她的这个肩上来为她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来为所有的母亲祷告 主啊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欢乐 这么有趣 而且这么温馨的孩子的现实跟表演 主啊 甚至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回转像孩子一样 我们每天都单单地倚靠你 谢谢你赐下母亲给我们 因为母亲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角色 主啊 不是说父亲没什么角色 只是有时候真的好像没什么角色 主啊 但是主啊 我们为着母亲献上极大的感谢跟感恩 主啊 因为主啊 我们从小主啊 母亲就 真的是拔屎把尿把我们拉拔大 主啊 我们很少有机会献上感恩 主啊 愿我们的母亲在场的 或者我们的母亲不在场的 她们都得平安 主啊 我们做儿女的在这里献上感恩跟感谢 为着我们亲爱的妈妈祷告 愿她的身体强健 愿母亲的灵魂兴盛 愿我们的母亲在永恒里面被接纳 愿我们的母亲认识耶稣基督 谢谢耶稣 主啊 祝福我们在地上做儿女的 主啊 我们继续成为她们的骄傲 让我们活出我们母亲给我们美好的形象 主啊 我们是从她而来的 我们带着我们母亲跟父亲的血脉 继续地活出更荣美 更喜乐 更美好的一个生活 让我们的母亲可以骄傲 谢谢主 祝愿所有的母亲都平安 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 阿们 谢谢主 我们再次给母亲掌声 如果你的妈妈在你旁边 或者你的太太在你旁边 请你给她一个拥抱 你旁边如果不是你的任何亲人 不要随便拥抱好不好 感谢神 我真的很开心 母亲节快乐 母亲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最好最好的礼物 每到这个节日都会有一点点荡荡的哀愁 因为我的母亲不在了 所以每次想到母亲 我都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怀念 有时候我会努力想 我妈妈长的样子 我都有一点点忘记了 我要去拿 因为我母亲过世很久了 也将近快二十年 我都要去拿她的照片 好好地想她 然后去想象她以前对我的好 如果父母亲还在 特别是妈妈还在 今天好不好 聚会结束的时候 一定要给她一个拥抱 如果可以的话 要献上一些感谢的一些行动 比如说可能带妈妈去吃大餐 带老套 送康乃兴老套 或者你有其他创意的方式 让妈妈知道你很爱她 让妈妈知道你为了她的存在 还有她的养育之人而感激 好吗 感谢主 我要介绍一个新的一个据点 我们在中历呢 在礼拜五呢 开始一个新的据点 我们是透过双向的这个直播 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据点 我们将掌声荣耀贵给神好不好 感谢主 那这个据点呢 刚刚才成立 如果它运作的顺畅 我们会陆续地开不同的据点 因为其实这个project在三年前 我们就开始在思想 我们是透过网路的 所以换句话说 有可能下次我讲到的地方 不是这里 可能在中历 然后我们就转播到这边来 但是我们是同步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话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请中历的弟兄 可能起来报告 那以后可能会有其他地方的分点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 让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率地来直堂 那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直堂的策略 那每次都要租一个地方 然后又很贵 那你看我们在新医区超贵 贵的乱七八糟 那你如果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直堂 那就压力更大 而且我个人认为 教会所有的这些的圣徒的奉献 我们最好是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人的造就上面 就是我宁愿把这些的 这些资源放在造就人上面 那如果把那么多钱拿去租一个场地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点可惜啦 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在思想说 怎么让这个地方活化 所以我们有木门咖啡 然后我们也不断地把这个地方 可以给很多不同单位使用 所以你看到在已过的这个礼拜 礼拜三海礼拜四 这边就有一个关键面对的一个论坛在这边 那只要有人跟IM借场地跟福音有关系的 基本上我们都是配合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神国的产业 所以要用这个场地都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商业行为我们会计费的 你不要是这样子 那我就来这边办你的活动 不好意思 如果对我姐妹你要用到这个场地 跟福音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要为福音效力的 那如果是有其他的租借 我们就会收取合理的这个租金 因为我们还是要营运这个场地 所以你看到教会很努力地希望活化 活化这个地方 没关系 那个孩子哭我是不会被影响的 我不像有些传道人像杨大鹏 他这样一点点蛛丝马迹 他整个灵 这真的是 求主赦免他 你知道我有时候跟传道人这样子 互相吐槽吐槽去 其实是一种疏压 你知道吗 所以大鹏在台上也会这样子 这样子来取笑我 我们都没有问题的 回到这个场地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希望场地被活化以外呢 我们也在积极思考要怎么样执堂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 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态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观比较多元 我们没有一定要 每一个教会都弄得像这样子 节目形态的 有很好的program 有小朋友表演 有精准的报告 有信息 我们不一定每次都要这样子 我们甚至希望说 有些地方它可能是 跟这边不一样 可能是家教会的形态 或者像这个中立的点 是一个职场教会的形态 所以我们希望 有不同多元的一个尝试 然后我们感谢神 因为科技已经 让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方式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 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创新的做法 那也因应因为5G马上就要上线了 我认为基督徒要跟得上时代 但是不要在时代里面被淹没 所以我们是使用科技 我们不要害怕科技 甚至被科技绑架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所以跟各位报告 所以可能以后你会看见 有不同的这些的点开章 那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感谢神 好吧 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请给我 应该没有报告了 对不对 我再次谢谢所有的母亲 向伟大的母亲致敬 谢谢你们用生命照顾我们 因着由您 我们体验了幸福与美好 愿神亲自祝福每一位母亲 日日喜乐 心中安宁 心中安宁特别重要 特别当妈妈的 心中都不安宁 因为都一大堆小王八蛋 这些孩子们 常常让母亲心中不安宁 我深圳有体会 我昨天在写这个 我就觉得妈妈最希望是心中安宁 愿你们拥有神同在的平安 这边是妈妈的 再次让我们为你们鼓掌 谢谢你们好不好 我们对每一个妈妈 都非常非常的感激 愿上帝祝福你们 特别我们 今天可能有一些母亲 还没有信主的 来被邀请到教会来 希望你们都可以认识耶稣 因为唯有认识耶稣 心中才有真正的平安 像我的母亲 就是心中常常不安宁 想到她的儿子们 她有五个儿子 每一个都是不得了的脱缰野马 所以我妈妈常常会哭泣 我从小就看我妈妈一直哭 常常泪流满面 为她的家庭 为她的丈夫 为她的孩子们 当母亲真的很可怜 不是 压力很大 我不是说当母亲很可怜 我把我内心话讲出来 我觉得女人真的很可怜 好不好 所以真的要爱妈妈 妈妈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当中妈妈还在的 记得一定要献上感恩 好不好 因为上帝赐福每一个妈妈 我今天要进入到今天的信息 叫大能的救主 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到了诗篇的六十多篇 我们马上就要把诗篇的第二卷读完了 我们整个五周 我们从上一周开始 一直到接下来的四周 我们的主题都是讲诗篇 因为诗篇非常多卷 一百五十篇 那它太长了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五段 五个星期来阅读 然后跟着读经进度 然后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在第二卷 第二卷 因为整个诗篇有五卷 一百五十篇 然后把它分成五卷 简单的说就是 其实诗篇是古代的犹太人 他们的诗歌本 我们现在唱诗歌比较没有诗歌本 我忘记是哪一位圣徒说过 基督徒手上有两本书 第一本叫圣经 第二本叫做诗歌本 基督徒很喜欢读神的话 也很喜欢唱诗歌 所以你看我们花时间来敬拜神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们教会的敬拜有点改变 我们前面只有两首歌 那我们直接进到信息里面 因为我们希望 当我们被信息 我们的理性被信息所洗涤之后 我们后段我们用我们的感性 就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 用诗歌向神回应 所以我们把它调成成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你如果晚点到 你可能比较十点四十五分才到 你这个信息 已经差不多可能讲过一半了 基本上就不要来了 因为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在家里睡觉就好了 或者我知道现在在网络上 有人是这样在敬拜神 记得棉被盖 我们感冒 吹冷气会感冒 那其实这个诗歌本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基督徒爱唱诗歌是 我们内心的灵魂的这种震动 我觉得唱诗歌是灵魂的震动 它感受到神的美丽 感受到神的威严 感受到神的美好 它里面有震动 所以从里面唱出来 所以诗歌本是对基督徒 很重要的一本书 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有诗歌本 现在我们没有诗歌本 因为我们剩下iPhone而已 所以你在古代的犹太人 他们也有诗歌本 他们的诗歌本就是诗篇 所以他们有五本诗歌本 所以我们看到诗篇被分成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今天我要讲的 就是第二本诗歌本 卷二的范围 是从诗篇的42篇 一直到72篇 有31篇的这样的诗篇 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读经的范围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会来去思想 我们求神给我们 神的话语的精华 那这个卷二主要的作者 就是大卫 还有谁 就是可拉的后裔 可拉我们都认识 对不对 大家知道可拉是谁 可拉就是可拉一党那个领袖 那他们呢就是觉得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立位人的后代 他们也是立位人 他们就去呛摩西 还有亚伦说 为什么只有你们 可以听见神的话 为什么只有你们 可以代表神 颁布神的这个命令 还有为什么都是你们当老大 所以可拉呢 他们其实是代表什么 叛逆 他们想要争亡 他们想要成为焦点 所以他们就跟摩西 跟亚伦 两个集团杠上了 结果怎么样 记不记得 我们在读 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这个故事应该大家很熟悉 记不记得 有人知道可拉的下场怎么样吗 地就裂开了 可拉就掉下去 然后地就合起来 他是活生生地被吞到阴间 不得了 他买了特快车 不用经过死亡 直接到阴间 全世界就一个人叫可拉 跟他250个党羽 啊 就掉下去了 那个土地 合起来的时候 还听得到他们在地底下的哀哭 跟这个哀嚎 所以可拉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 叛逆的人 一个想要当老大人 一个不服权柄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有一个可拉一挡 可拉一挡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神蛮有怜悯 神使用可拉的后裔 就是他的孩子们 他的孙子的孙子孙子们 成为圣殿重要的唱诗班的成员 他们善于歌唱 他们非常会歌唱 所以他们成为圣殿里面 重要的诗歌班的这个成员 甚至他们还会写诗 所以在接下来的卷二的前几卷 42篇到49篇 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 我看到你每次读诗篇 你看到这个诗是可拉后裔 他们写的时候 你心里面要存感谢跟感恩 因为我们就是可拉的后裔 因为你没有多么顺服 不是吗 大鹏传道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就 对不对 其实我们差不多的 我们在带领教育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底下就有人在讲 你以为你谁啊 死矮子 你不要以为 我都知道 我只是有时候把一些 侦测雷达关掉而已 这样我会比较好过 我们其实就是可拉的后裔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顺服的 我们其实不顺服人的权柄 也代表我们对上帝很多时候不顺服 有时候上帝有一些旨意 有一些神的带领 我们也是抵挡他的 所以当你看到可拉后裔的 这个诗篇的时候 你心里面要感恩 要赞美 因为神总是怜悯我们的 Amen 跟你旁边讲说 神总是怜悯我们的 Hallelujah 感谢主 我们要在 卷二 我们讲透过这 三十一篇的诗篇 很长 我们要讲三个重要的观念 透过这些诗人 他们写诗 我们来认识 这位上帝是不离不弃的 同在的神 透过这位上帝 我们来认识 这位上帝是赦免赦罪 施恩给我们 蛮有慈爱的神 透过这些诗人 他们所写的诗 我们来认识 这位上帝是保守搭救我们 像我们高台一样 高台就是庇护所的意思 高台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有安舒 安息 而且不用害怕 被保护的一个地方 好吧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愿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让我们 今天跟所有的母亲 一同欢乐 要祝福所有的母亲 满有平安 让他们认识耶稣 让我们在耶稣里面 心中确实有安宁 主啊 他们所担忧的 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家庭 他们自己的身体 主愿你亲自用你的医治 保护 亲自的护卫他们 主耶让我们进入到 今天诗篇的第二卷 让我们从42篇到72篇 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里面 生命的精华 让我们更认识你 更靠近你 更爱你 这样子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先报告一下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 我们家会特别冷 那我要先两件事 第一个 如果你很冷 你可以把手举起来 我会请我们的空服员 把那个毯子送到你 我们真的有这样预备 如果你很冷的话 我们有毯子给你们 你会冷的话 你会挥挥索 我们接下来会把毯子 放在左右两侧 第二件要报告 我们的冷气 因为如果要调整 非常的昂贵 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 因为它冷气孔的问题 有时候你就在冷气孔下面 你觉得很冷 然后我们的冷气 不好意思 只有极大跟极冷而已 极冷跟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 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有时候我们如果调得太中间值 聚会到一半 我们会很热 而且有人会觉得很闷 因为这个系统比较旧 那当然如果我们各位 有人想要改善教会的冷气 你心里面有极大的感动 从灵魂里面开始有震动 想要奉献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请跟大鹏传道联系 因为其实这个空调 我们已经找过一些 这些冷气的公司来看 它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没有做调整 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 如果你真的会冷 你可以起来没关系 然后你可以到旁边 我们都有毯子 你可以盖上 那毯子都很干净了 不用担心 我没有用过 感谢主 好 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经文 在诗篇42篇跟43篇 是可拉的后裔的诗 你看交给圣勇团长 就是领长 就是这个师班长 流亡异乡者的祷告 其实42篇跟43篇 本来是同一篇 那只是因为编排关系 把它拆成两篇 那我在42篇截取一些经文 然后43篇截取一些 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吸水 我的心可想上帝 就是永生上帝 我及时得着见上帝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 忍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上帝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住 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 大家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先停在这边 这句我们很熟悉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吸水 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边写的 感谢主 就是这里 那他说我的心可想上帝 现在这个情境 他们整个 这些可拉的后裔 他们以前在圣殿里面服侍 那有人在猜测 他们可能是在亡国 或者被掳的时候 在写这些诗的 因为很明白的是 他们已经不能在圣殿献祭了 所以他们才会说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这个处境是 这一群本来在圣殿里面 服侍的可拉的后裔们 他们不能到圣殿里面去了 所以很有可能是 在流亡的时候写的 所以他们在一个情境里面 是很悲伤的 他们很想要朝见上帝 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过 很久没有去教会 很想去教会 感谢 算我没说 好 感谢主 那我们就继续来认识可拉他们 43篇 43篇 第一节 上帝啊 求你为我伸冤 向不敬前的国 为我辩护 求你救我脱离 诡诈不义的人 你是做我保障的上帝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信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坛 到赐我喜乐的上帝那里 上帝 我的上帝啊 我要谈情称谢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我在我里头烦躁 应当仰望上帝 我要称谢他 我当面的拯救 我的上帝 43篇 依然还在那个处境里面 他甚至觉得他被丢弃了 他们像一个被丢弃 没有保护的一群人一样 所以他们的心非常的忧闷 而且他这边祷告说 做我保障的上帝 为何丢弃我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他时常哀痛呢 可拉的后裔 他们不能到圣殿里面献祭 他们非常的想念圣殿 他们想要去服侍神 那我们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来教会 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到教会聚会是 基本上要请你来 你要不要来啊 你要不要来 你知道有些地方 他们不能聚会 他们反而很想聚会 特别是在受到逼迫的地方 我们在中国 有一些服侍的经验 他们聚集的时候 那种渴慕 我记得有一次 我出到中国 那是十几年前 我到了成都 然后呢 我记得那对夫妻姓雷 然后我们是一个 圣诞节的晚会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妻子 这么大肚子九个月了 然后他们来聚会 然后他们的代言弟兄说 哎呀 这是雷姓夫妇 他们是从东边来的 他们成东 我想成东 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到哪里 他说他们是骑脚踏车来的 然后他们要骑两个小时来 我整个傻眼了你知道 一个怀孕九个月大的孕妇 通常我们怀孕 我们只要一直到怀孕 我们就开始安胎 安到孩子生出来还在安 有人生了孩子还在安胎 不知道安什么 安胎岁的样子 我们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要去教会 我看到他们那边不能聚会 我们是租一个地方 他们就过来 我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来 你肚子这么大 你等一下再骑脚踏车回去 他说没关系我们习惯了 我们想要敬拜神 我们很渴慕 很少有外地来的老师 因为他们都叫我们老师 很少有外地来的老师来这边 我们很渴慕想要认识神的话 可拉他们的后裔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们不能够去敬拜神了 你可以想象 有一天你不能来 安胎行动教会 是多么悲气的一件事吗 感谢 只有一个人 我刚有跟他串通好 阿们越大声就五百块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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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想阿们 阿们 我没有讲到多好 感谢主 你以为只有你们不想来 感谢神 你知道其实有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的没有像 可拉的后裔他们这么的爱神 他们很想去朝见神 他们很可慕神 只是从可拉的后裔 我们学一个东西 你有这么爱耶稣吗 你有这么爱上帝吗 还是你来教会 只是个例行公司 我希望我们不要 我希望我们不要到一种状态 我们没有地方聚会了 我们甚至要躲躲藏藏 我们才向他们在那边 哀哭叹气 说主啊 你为什么丢弃我们 你不是拯救我们的保障吗 为什么让仇敌欺压我们 为什么让不公不义的事情 拦阻我们敬拜你呢 愿神与我们同在 可拉的后裔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他们觉得他们被丢弃 他们心里面很哀痛 他们没有办法去朝见神 可是感谢神 他们也写了46篇 可拉后裔的诗 交给圣 这个圣勇团长 取掉一种少女 我不知道少女是什么意思 我来读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他们在写这个的时候 并不是歌舞生平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窘迫的时刻 所以他们写这个是真实状态 在患难中 他们依然赞美神 诗篇的作者 让我们常常看见 最好的诗篇 最好的文学创作 最好的歌曲 都是在患难里面 来从内心深处 那个遇见神的那种战动 来绽放出来的 第二节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窑洞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然澎湃翻腾 山虽因海藏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他们有一个信心 我们不害怕 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希拉就是修子福 游到河 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 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城 上帝在其中 城必不窑洞 到天一亮 上帝必帮助这城 这城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城 这城也指的是 将要来的新天新地 当神与那个城同在的时候 换句话说 那个城可以代表神自己 是不会窑洞的 第六节 万邦宣浪 国度洞窑 上帝出身地就融化 这个非常非常可怕 这个国度窑洞 可是上帝一出身地就融化 什么情况 你可以想象 第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拉 有一个修子福 第八节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死地怎样荒凉 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这位耶和华 亚威我们的神 他还是超级战神 他可以打败所有列国 他可以止息所有的战争 他甚至将所有的武器都折断 第十节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这是可拉 他们的后裔在受到窘迫 在流亡 他们前面42节42篇43篇 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愁苦的同一个处境 他们得到了结论 他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 无论这列国如何兴起强大 我们的神至终要得胜 我们神至终要止息所有的战争 而我们相信神的人 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们要休息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再靠自己 我们来依靠上帝 要知道这位上帝是可以依靠的 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 在全地也受尊崇 第十一节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位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这位神很特别 就算在你最觉得无助的时候 最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 最孤单的时候 这位神依然与我们同在 这是可拉他的后裔所得到的结论 你要记得可拉后裔 他们是被歧视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可拉是丢脸的 可是神没有遗弃他们 神使用可拉的后裔 写出非常非常安慰 造就我们的诗篇 我们对神的认识往往有两种 一种是他是个人眼旁观的神 他远远地看着他所创造的人 像蝼蚁一样 甚至他有时候不小心踩死一两个 他在亡我们 他不管我们 让我们自生自灭 另外一种极端是 我们对神有另外一种看法是 神是玩弄控制我们的神 他像一个暴君一样 你有没有玩过模拟城市 我打过电动 打最认真的最后一次 叫做模拟城市 你们有玩过那个吗 感谢神 完全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就是一个人要开始弄一个城市 然后你知道把一个城市 弄到很大的时候 他要圈地 然后盖层 最有趣的是 当你把它弄好之后 你可以打一串很特殊的 可能像类似上上下下 走走又又毕业这样 混斗螺系列那种 你就可以从海里面 招出那什么 嘎吱啦 然后他就会摧毁 你所创造的那个城 你知道打那个电动 最爽的就是那个moment 就是你把所有城 见到全世界最强大之后 你亲手把他毁掉 我们对神也有这种误会 神就是要这样亡我们 让我们经历了 人类的几千年文明之后 让你们自相残杀 然后之后 我要把你们全部毁灭 我们对神要么就是 他是个很冷漠的神 要么就是他是一个控制狂 而且他要亡我们 这是我们对神 一个错误的观念 当你有这两个观念 第一个 你会因着 你觉得他人眼旁观 你会活着完全靠自己 因为他不帮我嘛 我就靠我自己 我想尽办法 其实我们生命的 那个default 就是预设值 都是这样子 我们喜欢靠自己 我们喜欢想办法 解决问题 我们喜欢在 大家都 好像大家都 没有办法理解我 好像我在很孤独的时候 好像我像可拉的后裔 他们已经流亡 被丢弃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神人眼旁观 我自己就我自己 我们里面的预设 是这个样子 要么你就会怎么样 活着非常恐惧 你不敢出错 你觉得这个上帝 好像随时随地 会怎么样 把你弄死 他好像永远都在期待 有一个坏事情会发生 我们心里面对盼望不清楚 我们对恐惧比较清楚 基督徒应该活在盼望里面 盼望那美好将来的神的同在 但是因着我们对神 有错误的理解 我们对盼望不清楚 但是我们对恐惧非常期待 我们觉得 我的孩子之后会不会怎么样 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我没有钱之后 我也怎么样 然后我只要打个喷嚏 喷嚷 喷嚷 那有可能肺炎 肺癌 怎么样 我们就开始会 自己把它放大 我们在恐惧里面 无限地放大 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 祂一定又要处罢我了 祂要控制我 最后祂要把我弄死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位神 透过诗篇的作者 可拉的后裔 他们虽然在窘迫里面 他们虽然在流亡里面 甚至他们心里面有忧闷 甚至他们觉得 他们被神遗弃 但是他们依然相信 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祂是神 可依靠的那位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神 万君至耶和华 只惜战争那位 折断功 除灭战车的那位 祂怎么样 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位上帝是 不离不弃同在的神 我想祝福各位 你们要活在这个信念里面 这位神不是不管你的 这位神不是要玩弄你的 祂是一直在你旁边同在的 我想到 为什么耶稣走了之后 要要求父吃另外一位 保慧师圣灵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祂舍不得你 你知道吗 祂舍不得你 祂一直想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心里的那个死亡 用不同的方式在挟制我们 我们对疾病的害怕 我们对财务的害怕 我们对证据的害怕 我们对儿童教育的害怕 我们对任何一种东西的害怕 都成为死亡在挟制我们 只有基督的同在 带领我们进入安息里面 弟兄姐妹 这位神 这位基督 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是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 今天是母亲节 我顺便用这个来引申一下 圣灵其实祂的角色 有点像母亲 祂总是与我们同在 现在圣灵也与我们同在 祂是不离不弃的看着你 你还好吗 你最近OK吗 祂虽然不会帮你捡鞋子 刚刚那个乐多在捡鞋子 通常应该是祂在丢鞋子 应该是品贝师母在捡鞋子 这位神 这位圣灵 祂就像一个不离不弃的母亲 不断地在爱着你 你知道这位神多么的美好吗 我们对神那种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要将祂拿去 求神把那些错误观念都涂抹掉 不要活在恐惧里面 也不要活在完全靠自己的里面 来依靠祂吧 你心命中 生命里面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害怕 所有的孤单感 这位神可以抱抱你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冲到我妈妈的怀里 我喜欢她抱着我 我很爱很爱我的妈妈 对啦 原谅我老爸 我真的比较爱我妈 我没有那么爱我爸 我很爱我妈妈 为什么上帝 祂的形象是男跟女呢 因为这位神既是公义的父亲 又像慈爱的母亲 我就想起以赛亚书说 妇人也能忘记她 刚刚出生的baby呢 她不会忘记的 我们的神不会忘记你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神 祂会很想抱着你 好好的抱着你 什么时候你愿意回到 祂的怀中拥抱祂 那就是相信神的意思 什么时候你愿意放弃 你自己的能力 把你的恐惧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相信的意思 你想想看你小时候 你出错的时候 你出大错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的表妹 在我们家后院玩 然后我们家后院有一个 我们小时候反正 我的印象都是 我们都会玩得很疯 然后最后都乐极生悲 一定最后都是被海扁一顿收场 有一次我们在爬 不知道爬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在 好像在玩攀岩之类的东西 有一个塑胶的水管 那是接到隔壁家的水 那种 然后我就爬爬爬 我就踩到那个水管 啪就把那水管踩断 啪那水就变成 那个喷泉 然后隔壁就没水 怎么回事 那隔壁就没水 断水 就来骂我们 我们就在后院 你要最衰是 因为我是哥哥 表妹就略被skip 所有人就揍我一个人 我妈也揍我 我爸也揍我 隔壁人也来 也来数落我 反正我就被打 哭得乱七八糟 那哭到已经无力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很奇怪 哭到无力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现 就我妈 然后我就抱我妈妈 然后又哭到睡着 你知道 那时候很小 那我就感受到 妈妈的爱真的甜美 因为我爸不会来抱我 我爸来我也不敢抱他 我爸来我想又要再被扁一次 可是妈妈来 虽然他刚刚扁过 我妈妈也是第一个扁我 可是妈妈出现的时候 我不会怀疑 我就要去抱他 这是很奇怪的印象 不是很奇怪 很奇妙 很甜美的印象 然后他把我抱着睡着起来 然后叫我赶快吃晚餐 这就是妈妈的爱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 祂是不离不弃的 要带你进入安息里面 我的恐惧 我的羞愧 在抱到妈妈的怀里的那一刻 得到释放 我觉得我安全了 我觉得我可以重新来过 祝福你们每一个 都回到我们神的怀抱里面 Amen 我们再读第二段经文 这是大卫写的经文 这个就蛮精彩了 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与八四八同房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他做这事交给圣勇团长 就是临长 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啊 求你爱你的慈爱 恩待我 求你丰盛的怜悯 图去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许静静静 截除我的罪 因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以致你责备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 看哪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 求你在我隐秘处 使我得智慧 今天用牛西草 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喜敌我 我就比雪更烈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转眼不看我的罪 图去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从得救恩之乐 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 我就拔引得到 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上帝啊 你是拯救的上帝 你救我脱离流人罪的血 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爱 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喜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 公义的祭和繁祭 全身的繁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 陷在你坛上 这段经文是 在诗篇里面 非常著名的诗篇 一个大卫的悔改师 大卫呢 做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措施 全世界的人流传千年 就是他抢了 这个乌利亚的妻子 拔是拔 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 对不对 他有一个大将 他是镇守这个 前线重要的大将 叫乌利亚 是一个正直 刚正不阿的人 然后他有一天 这日落平息 就睡到下午 所以跟你朋友们讲 睡到下午都没什么好事 真的啦 人应该是早上起来 当然有些人说 我是直晚班 那另当别说 你在工作嘛 一个人正常状态 是早上起来的 一个人可以早上 睡睡睡到下午 真的拼担 懒到几点 大卫本来是战士 都在前线打仗的 他现在没有打仗 因为已经平定四方 他已经到人生的一个高峰 所以就放松了 你知道一放松 就是我们犯罪的开始 他睡到下午 那我也跟我去耶路撒冷的 都知道 在大卫城 他是斜的嘛 所以他们 他可以从最高点 一直往下看 就看到下面的这个屋子 那不知道为什么 这拔尸巴 就选到大卫起床的时候 洗澡 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大卫就看到他洗澡 不得了 大卫可能眼睛视力 还蛮不错的 他也调交句 这个水澡不过女儿 小妹眼睛 哪里的人 然后他就问他的这个 这个旁边的部署 然后他就是乌利亚的妻子 他就把他招入宫来 他跟乌 他就跟拔尸巴 发生了关系 然后那一天 拔尸巴呢 就怎么样 怀孕了 感谢神 这时候呢 大卫也很聪明 就哎呀 怀孕了 那怎么办 就赶快呢 五百里这个快马 急招乌利亚回来 说有那个大王找你 乌利亚就回来 他就说 哎呀乌利亚 你这个镇守边疆 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你要好好休息 你的这个妻子 你要好好陪你妻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把他招回来 他就跟他妻子同房 他的妻子怀孕 那就怎么样 安全 没问题 结果乌利亚说 怎么可以呢 我的将士们 我的弟兄们 都要在前线 我绝对不可以 我自己就享乐 结果他死不回家 他在宫殿旁边搭帐篷 哇 最高境界 你知道有的人 就是该死 你知道吗 就是笨 所以反正他就 怎样都不回去 怎么办呢 大卫一不做二不休 就下了个诏书 一样去打仗 但是往前冲的时候 所有人都往后退 就剩下乌利亚 一个人往前冲 他变成这个什么 有美国队长 他是有大队长 他就往前冲 那没有其他人帮助 他就死掉了 这个故事呢 就被记录在圣经里面 所以圣经其实很准确的 如果我是一个写圣经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 写进去呢 这么丢脸的事 而且他是 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 而且他是 耶稣基督的祖先 如果我是写圣经的人 我一定把这边涂抹掉 很多人对圣经 会有一些怀疑说 圣经不准确 我告诉你 中国的历史才不准确 只要我当老大 我所有事情都变成好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有一个人叫做 刘备 他不是耳垂极尖 对不对 然后双手极膝 对不对 马上就 这是天子异象 这个必定是成大器的人 不好意思 那个叫做枝端巨大的症 它是一种病好不好 你知道 只要反正呢 中国只要有一个人变老大之后 他的故事都神奇了 他妈妈怀孕的时候 天上有紫色的雾 在他的这个路上 刘邦和高祖的妈妈 因为他当老大了 他妈妈跟一个 一只蛇 还是一只角龙发生关系 然后也被写进去 反正中国历史乱写 就是要歌功颂德 但是犹太人历史 非常的血腥 他把这么肮脏 污秽的事写进来 要告诉你这本书是真的 如果以人的角度 把它抹掉就好了 有人说 那King James 有把很多故事都篡改 那为什么不篡改这个 这个太丢脸了吧 我讲回来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讲回来就是 大卫做了一件 很丢脸的事情 然后呢 先知 当时有个先知 就来指责大卫说 你犯罪了 你知道大卫 为什么会被神使用 你知道吗 大卫立刻悔改 他就写了这篇诗 他在神面前祷告 这是他的祷告 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 大卫很清楚知道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都知道我们在干嘛 不需要先知来提醒你 说你犯什么错 其实圣灵 他更直接地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说话 第三节 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 然后第四节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大卫非常的奇妙的眼光 我们第一个都会学 谁是受害者 谁是真正的被害者 大卫很清楚知道 这件事情最大最大的 受害者是上帝 因为上帝的名 得到羞辱了 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 他没有说我得罪了乌利亚 有没有 他把乌利亚干掉 他没有这样讲 他也没有讲说 我得罪了拔斯巴 因为他抢了拔斯巴 本来是扁他老婆 抢来当自己老婆 大卫的心 只有一个焦点就是上帝 我觉得大卫跟我们很不一样 上帝爱他 原因是他很爱上帝 他说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中行了这恶 然后他只有一个祷告 他说求你洁净我 然后求你使我里面的心 重新有正直 然后他说请你不要 收回你的圣灵 他的意思是说 神啊请你不要离开我 大卫很特别 他的祷告的焦点 都是上帝自己 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 我们的祷告焦点 常常是我们的人 我们所担心的事 我们所无法 我们想得到的物 我们的祷告都是以我为出发 可是大卫他的悔改 都还是想到 上帝啊 我得罪了你 上帝啊请你不要离开我 上帝啊请你再一次让我有正直 大卫的祷告跟我们很不一样 大卫很清楚知道 上帝要的不是凡祭 不是那些献上的羊啊牛 他说真正上帝要的祭是什么 忧伤痛悔的灵 忧伤的灵 那个真的在神面前忧伤的灵 所以摩太夫人才说 哀伤的人有福了 他的意思是在灵里面 为着自己得罪神的那样的生命 来在神面前忏悔 大卫的五十一篇 一直在历史历代影响圣徒 让我们学会怎么样 在神面前真正忧伤 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 感谢神 这位神呢 祂是施慈爱怜悯的神 我们从五十一篇来学习 我们来反思 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 往往也是有两个极端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神是无限宽容的神 因为我们只认识 祂慈爱的一面 因为神是无限宽容的 另外一种想法是 这位神是一个冷酷定罪的神 有一些人只关注神公义的一面 这两面应该合在一起 来认识神 如果你只认识神 是无限宽容的神 你就一定会活在罪恶里面 你会不断地把罪恶合理化 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 我们滥用上帝的恩典 我们错误地理解上帝的慈爱 就是反正祂都会容许我 反正只要我在神面前说 我错了 神就会让我没问题 然后我就继续再过一个 不和神喜悦的生活 这是上帝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 这个上帝是你自己虚构出来的上帝 另外一种对神的一种错误看法是什么 是一种冷酷定罪的一个上帝 所以呢 我们会活在一个愧疚跟自责里面 我们会一直觉得 我就是对不起神 我就是很糟糕 然后这个神就是要定罪 我们在那种羞愧跟自责里面 这两种状态都不会让我们快乐的 这两种状态都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的神不是那个毫无节制 毫无限制 无限宽容的神 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不是 我们的神也不是一个冷酷要定罪你的神 让你不断活在一个羞愧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朋友 他在你旁边 站在你旁边就觉得蛮羞愧的 因为他总是会看到你缺点 你这个不对 你想这个又不是 有些基督徒我真的觉得 我不大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只要你讲错一句话 他就说这个圣经里面说 任何这些绩效的话都不可说 他就开始引进据点了 你做错一件事情 左手做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 过了没 每一件事他都可以拿一个圣经来定罪你 他很冷酷 没有错他很准确 他像一个非常冷酷的法官 没有错他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在这个法官底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体无完肤的 全部被羞辱到一个状况 在网路上有一个很可爱的老公公法官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 他很公正 而且他对法律很清楚 他执法他在那边当法官 好几十年了 可是他每次都会有一些惊人之举 他有一些很温暖的表现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可以像上帝一样 上帝就给我们很温暖的一种 关爱跟慈爱 只要你愿意悔改 我看见那个老公公总是在看这个人的态度 如果这个人态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真实的想要去改变的时候 他就会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判决 我觉得我们的神也是如此 他要的是你真实的悔改的那个忧伤的灵 不是一个悔改的一个祷告 悔改的一种宗教的行为 那种不是上帝看重的 上帝早就看穿你内心的状态 上帝早就看穿你内心的动机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伪装 我们的神并不是无限宽容的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也不是冷酷定罪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祂是施恩怜悯满有慈爱的上帝 你什么时候愿意用忧伤的灵去面对神 把你的羞愧 把你的罪 把你的无助带到神面前 真实跟神说 神啊我真的不行 神啊我很不喜欢这样 但是神啊求你救我 你什么时候这样子到神面前 神就让你经历他真实无限的慈爱 我们的神不容许魔鬼来控告你跟我 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种被控告里面 我又犯罪了 我怎么办 上帝怎么看我 我们的神也不容许你活在 每天都 那个不用讲 每天犯罪 然后都已经没有感受 有些基督徒犯罪犯罪到没有感受了 那个是你需要真实的重新认识上帝 但是有些人他是很想跟随主 但是他总觉得好像自己不够格 没办法够上上帝的标准 什么时候你到神面前 忧伤的灵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 基督会保抱你 基督会担待我们的罪孽跟羞愧 基督要释放你 让你心中得到平静跟安稳 我当传道人常常有这种挑战 很多时候要上来讲道之前 前面都还在犯罪 可能跟他在吵架 或在路边跟人家吵架 有没有这样 有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这边来教会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在吵架 特别是有小孩子的 可能来教会之前 那个孩子弄弄弄上车 都还在吵架 一下车 然后一看到弟兄姐妹 马上启动一个圣徒模式 好吗 OK的 没问题的 刚刚都已经吵到快要离婚了 你们还OK还牵手进来 可是我就活在这种循环里面 很痛苦啊 心里很 你心里面有很多知道 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很清楚 就是有问题 魔鬼有时候会用那个东西控告你 说你不要在那边假 你很糟糕 感谢主啊 感谢神啊 你应该常常对魔鬼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很糟 我很烂 我一直在犯罪 但是感谢主 我的主拯救我了 而且我白的胃 我告诉你 我还有更多很烂的 你都还没发现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 不配得耶稣的拯救了 我们的主不要你活在无限犯罪 然后不断浪费恩典慈爱的状态里面 我们的主也不要你不断的自责说 我很糟糕 我很烂 这都不对的 我们的主要你来到他面前说 我真的有问题 请你帮助我 请你拯救我 我们的神 他会施恩怜悯 将他的慈爱放在你身上 大卫如此经历了 五十一天之后 大卫依然被神使用 我们在教会常常对罪 非常的敏锐过头 甚至我们对有些人没有怜悯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学习 大卫依然还是被神使用 大卫依然还是被神使用 你可能会有很多辩论 说那这个神不公义 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很难替大卫去辩驳 我们也很难了解上帝在做什么 但是上帝就这么做 上帝还是给他一个定义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他是我的仆人 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者 或者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 好不好我们尽可能的学习 像基督一样用慈爱去带人 我想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他被他的债主赦免了 比如说他在圣经里面 故事这样子 他可能欠这个债主五万块好了 他就赦免他 他得到赦免之后 他在路上遇见另外一个欠他钱的朋友 那个人只欠他五百块 他就抓住那个人 说你欠他就给我还钱 要不然我就告诉你 你知道我们很像那个人 其实上帝早就已经赦免我们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去看其他的人 我们不愿意老数其他 别人 一样的 你反观自己 其实上帝已经赦免你了 魔鬼就是要不断地控告你说 你还是很糟糕 你真的配得耶稣的爱吗 你这样子像基督徒吗 这个时候请你用神的话 回应那个神 说耶稣已经为我死 为我的罪恶 为我所有羞愧担当 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 而且复活了 所以只要我诚心忧伤的灵 痛悔在他面前 只要我相信他 我就配得 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你们心中所有的罪疚感 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全然被挪取 请你跟您朋友们讲说 你配得耶稣的慈爱 我们再往下看 在第四篇 第五十九篇 六十一篇 跟六十二篇 这几篇都是大卫写的诗 其中几首是大卫的经诗 我把它节录出来 第五十九篇 第八节 但你耶和华必 讥笑他们 你要吃笑万国 我的力量 我要等候你 因为上帝是我的庇护所 这个庇护所就是高台 新的翻译叫庇护所 比较容易理解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 高台是什么意思 我的上帝 我要 要以慈爱迎接我 上帝要叫我看见 我的仇敌招报 主我们的盾牌 不要杀他们 免得我的子民遗忘 求你用你的能力 使他们四散 使他们降为悲 大卫宣告上帝是他的力量 上帝是庇护所 而且神是他的盾牌 第五十九篇十六节 但我要歌颂你的能力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是我的庇护所 又出现了 这是高台 在极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他很清楚知道 过往在所有最危急的时刻 上帝都是他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 他也是宣告 神是我的力量 我要歌颂你 因为上帝是我的庇护所 是赐恩给我的上帝 六十一篇第一节 上帝求你听我的呼求 留心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你看他心里没有发昏的时候 就是软弱的时候 迷惘的时候 要从地级求告你 求你领我到 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坚固台 使我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 帐墓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第六十二篇第一节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上帝 我的救恩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庇护所 我必不大大动摇 他还是宣告 第六十二篇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领受 他是我的磐石 是我的拯救 我的庇护所 我必不大大动摇 六十二篇第五节 我的心啊 当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上帝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第六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庇护所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于上帝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于上帝 这几篇都是大卫的诗 我刚讲过第二卷 大部分是大卫跟可拉的后裔 所写的诗 在这边所五十九 六十一跟六十二 这边提到的 这一些的描述 都是大卫常常使用的描述 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高台 就是庇护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磐石 大卫常常用这些来形容 如果你去看 大卫常常用这些词汇去描述上帝 对他来讲是什么 如果你在去读圣经 在圣经里面很特别 对不起 在诗篇里面 你去看诗篇五十四到五十六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大卫最衰最衰的时候 他有一次逃到那个雅籍那边 雅籍王就是雅比米勒王那里 迦特人 你知道他去迦特人那边干嘛 因为扫罗要杀他 记不记得 他跑到迦特人那边 迦特是谁 迦特那个城都是巨人 迦特有一个民族英雄 叫做哥利亚 就是被大卫干掉的 然后他跑去人家 迦特的家乡 就是哥利亚的家乡 什么意思呢 你本来是某一个某某帮 天鹰帮的 然后天鹰帮干掉了天龙帮的 那个前帮主 然后有一天你在天鹰帮 他们要杀你就跑去天龙帮 意思是这样 我们找你很久 你自己跑来的意思 他在那边就装疯卖撒 然后流唾沫在他的那个胡子上面 他在最窘迫的时候 你去读诗篇54还是到56篇 他竟然在那里赞美神 他竟然说我相信你 我信靠你 而且我知道你会替我出头 在55篇的样子 大卫的儿子压沙龙 追杀他的时候 是他人生最悲戚的时候 他说我愿意像一只鸽子一样 飞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在想象那个场景是 大卫可能逃难到旷野里面 然后他看到鸽子那边飞 他都觉得鸽子可能比我还快乐 鸽子无忧无虑 想飞就飞 他心已经死掉了 他说他已经懒得回去反击了 因为追杀的是他儿子 他说原来 害我的不是我的仇敌 而是跟我最亲密的是我的朋友 当然那段诗篇也是比喻了 主耶稣要被犹大出卖的那个比喻 那个预言 但是大卫也经历了 出卖他的其实是他的亲儿子 压沙龙竟然要杀我 人家身为一个父亲 心都死了 他其实不想反击了 他在诗篇里面写说 我愿意像鸽子一样 飞离这个地方 他心里面非常的低沉 但是他在那边依然赞美神 大卫的赞美往往都是一个宣告 我觉得大卫跟我们不一样 他很爱上帝 所以他悔改的时候 他的焦点是上帝 他很相信上帝 他也认识上帝 所以他在急难中的时候 他宣告上帝的属性 他宣告上帝是我的力量 他宣告上帝是我的盾牌 他虽然不是那个美国队长有盾牌 可是他有耶和华做他的盾牌 他宣告上帝是我的庇护所 就是高台 他宣告上帝是我的避难所 他宣告上帝是我的盘使 大卫非常非常的认识神 从大卫的身上 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诗篇这么多是大卫写的 因为大卫历经人生 许许多多的挫败 从小不得父母亲爱 对不对 在旷野牧羊 撒摩尼亚高王的时候 竟然忽略了这个儿子 被他的哥哥瞧不起 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连他哥哥都说 你买啊 你以为你会成功吗 其实我们在成功 如果我们这边有弟兄姐妹 有的人是独子 像我有很多哥哥 还有弟弟 我还有姐姐 还有我们那一代 比较多兄弟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想要做一些表现的时候 最常取笑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兄弟 你以为你很会 你根本不行 你一定会输的 你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大卫也是这样子 他要去打哥利亚 他哥哥吐槽他 他好不容易 博取名声了 扫罗沙迪千千 大卫沙迪万万 结果怎么样 他主管讨厌他 有没有我们这边 有一些在职场的 你好不容易 我最近业务不错 我最近业绩不错 我很认真为我们的公司 结果公司的主管误会你 就是你是不是要 小伙子干什么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就让你死在长江里 我们很多时候 想要为一些努力的时候 反而被贴上个标签 说他就是假掰 他就是想怎么样 他就是怎么样 功高正主 大卫也经历过 他好不容易登上王了 你知道吗 他好不容易在西伯伦做王 为什么在西伯伦做王呢 你知道为什么 他在西伯伦做王 因为其他十个支派 根本不鸟他 只剩下他自己的支派 就挺他 对不对 他只能在南部做王 大卫那时候 他的口号可能是 人出去 国就进来 他可能他当时的口号 也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犹太人出去 神的国进来 结果没有人理他 只有西伯伦理他 十个支派根本不鸟他 因为他们要其他的王 结果怎么样 只有十个支派 终于回来找他 他终于登基了 他七年在西伯伦做王 终于他一统江湖了 他终于成为以色列的王 感谢神 哈雷路亚 人生的高峰 结果怎么样 去手人的母 在人生的高峰 他人生有最大的污点 就是抢了这个拔式吧 他终于悔改了 他努力向善 我要好好做个王 结果他儿子要杀他 他人生充满了苦难 你不要以为大卫很顺利 他不顺利的 或者我用大卫这个模型来讲 在圣经里面所有你看到那些 你报得出名号的人 摩西亚 你一直以降 你报得出这些伟大的圣徒 他们都充满了苦难 大卫有点像是一个经典的模型 让我们看见一个人 他内心的挣扎 他内心的愤怒 他内心的悲哀 他就写出了很多的 他里面的状况 为什么这诗篇 已经超过三千年 都还会感动我们 因为里面的状态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脑 那时候没有手机 那时候没有任何 现在我们拥有的东西 但是他里面的那些的 爱恨情仇 悲欢离合 那些酸甜苦辣 跟我们现在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 可以穿越千年 然后感动我们 教导我们 大卫留下这么多诗篇 不是要让你学他 骂上帝 骂仇敌 痛苦 悔改 而已 他要让你看见 他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他的神是力量 他的神是磐石 他的神不是华硕 他的神是 他的神是避难所 华硕品质 什么 华而不实 没有 感谢主 华硕品质 坚落磐石 只有远传 怎么样 充满距离 感谢主 我都开玩笑的 这个 到时候被他们告 感谢主 哈雷路亚 现在一大堆酸饼很无聊 你知道 他的神是力量 是高台 是避难所 是充满能力的 是可以依靠的 他的神是超级战士 因为他本身是战士 他的神 跟你的神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的神跟他不一样 我们的神就真的是花了不实 我们的神真的充满距离 我们的神就是很弱 可是大会说不是 尽管在最糟糕的情况 我的神依然是如此 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念 你知道我们的信心 必须用意志力来支撑 有时候你的现实面 就感觉不出来 没有啊 上帝没有出手 上帝没有帮我 上帝没有替我解决我的问题 上帝在等你里面 有一个意志起来 相信说 你是我的磐石 你就会经历上帝所经历 你以为大会没有软弱吗 他有的 他里面也有昏暗 他里面也有迷惘 他里面有愤怒 但是他总是有一个意志 超越那些的感受 他说我要相信我的神是磐石 他说他曾经经历过 神是我的避难所 我要用以往的经验 支撑我今天的意志 我相信他依然是我的避难所 我们不是 现代人的信仰非常的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感觉取胜 我没有感觉到神 我觉得神好像不理我 我们都是用感觉来 决定神是真是假 所以当我今天很high的时候 我就决定神是真的 当我今天很开心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是很棒的 当我今天不开心了 当我今天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时候 我就觉得上帝不好 不真 而且不可以靠 而真正的信仰是 用信心来判断 信心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今天要多讲一点 你要加上意志 我们的情感 意志思想 意志是我们最少操练的 你要用意志坚持 我依然相信神的话 所以我要用信心回应 我的神是力量 是磐石 虽然你在讲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我的神是力量 是磐石 是避难所 但是那个是你的意志的表现 因为你们都没有看过 那个复仇者是的人 我不能爆雷 不然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应用在 属灵的生命里面 等我们大家都看过 复仇者是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地讨论这个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 有另外一种错的看法 特别在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位神 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神 因为你用感觉 他没有帮我 我没有看到 那问题还在 你会觉得 这位神是无知无感 他对我的处境完全无知 他对我现在的感受完全无感 你会觉得这个神是这样的 这是错误的 当你觉得你的神是 无能为力的神的时候 你会活在失败里面 因为你已经 当你这样子认定的时候 你已经放弃用意志去相信 你已经在失败里面 我再讲一次 注意看这里 我发现我们现代基督教 基督徒最需要操练的是意志 那你会说 那你用意志不就是靠自己吗 不是的 昨天我们有一个聚会里面 我才提到这事情 当你不认识耶稣之前 你的意志就是纯意志 就真正的是肉体 但是当你相信耶稣 在相信耶稣的信心的根基上面 使用意志是正常的 而且是必须的 我再讲一次 当你有信耶稣的根基 你就可以用你的意志 继续信下去 你懂我意思吗 要不然我们都认为说 圣灵来的时候 我们就摆烂 所以今天圣灵充满我的时候 我就自己会走路 然后圣灵会自己 把我的手抬起来 然后圣灵会自己让我讲话 这叫白痴 这叫丧失 所以基督徒很多人 被圣灵充满很像丧失 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给我们情感 意志思想 是要让我们在信心的根基底下 跟随圣灵使用的 所以你要善用你的意志 善用你的情感 善用你的思想的力量 传福音 表达上帝的美 所以意志非常重要 如果你已经没有 不相信神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神是 没有能力帮助你的 你已经选择 就这样 你的意志已经告诉你 死定了 你会一直在失败里面 你没有办法胜过你的软弱 你没有办法胜过你的情绪 你甚至没有办法胜过 你所面对的困境 如果你觉得你的神是无知 无感 对你的处境没有知觉 也没有感觉 你会活在绝望里面 因为基本上你根本没有相信他 耶稣的盼望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 有一份研究报告说 所有离职的员工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离职 关于怎么样面对离职 因为我很多前员工离开我 对啊 阴魂不善还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很爱他们 我的同工离职都有一些他们的原因 不是他们的原因 很多是我的问题 我不善待他们 我不是好的领袖 二方面是我也鼓励他们去追他们的梦 所以我在看这些东西 我都会去研究 为什么人会离职 就他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并不是他钱领比较少 或者是他觉得这工作没有意义 很多人是因为他觉得 主管或者公司不重视他 公司好不好 很好 钱领的都多 多 但是他觉得公司没有重视我 对我无知无感 这样的人是没有盼望的 他会觉得我在这边干嘛 我就走了 一样的 你把这个转换在你的信仰里面 如果你觉得上帝对你很有感觉 他知道你的处境 其实你就会有力量再坚持下去 但是你对这个上帝 你已经有个想法 他根本不care我 他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你很有可能就离开上帝 你会活在一个绝望里面 那基督徒很可怜 就是因为你在基督教里面的时候 你已经信了这个神 你也不好离开 你就一直在一个假的框架里面 当一个假的基督徒 可是你从来没有经历他 成为你的力量 你的盾牌 你的屁难 屁护所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我们的神是保守搭救我们的高台 就像耶稣 他随时靠近他所带的女人 保护他们 我想到的画面是耶稣 看到他的门徒 摇鲁圣 那个圣类 他们要穿越那个加利利湖 然后又起了大风浪 门徒在划那个桨 我请金拜祥可以准备上来 门徒在划那个桨 摇不过去 他们没有向耶稣祷告 他们没有说耶稣救我 我们怎么办 划不过去 因为耶稣那时候在山上祷告 看见他们 耶稣是主动地靠近他们 我们的神是主动成为我们的高台 主动将恩典带到我们面前 主动地来到我们的船边 主动地来帮助我们穿越风浪 我们的神是可以依靠的 我们的主耶稣 不是那位没有能力 他绝对有能力 就算是自然界的风浪 他都可以命令他停息 我们的主是不容许仇敌 伤害我们的 我们的主他是要率领我们 往前得胜 而且使我们有能力 奋有继续征战的主 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 我想讲 我们看到大卫 他自己的一个诗篇 他自己的经历 无数次他在极度软弱里面 无数次他基本上绝望了 你可以想想看整个国家都要杀他吗 他是全民公敌耶 如果是我们 我们早就放弃了 大卫没有放弃 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是我的避难者 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 我们在不同处境里面都有不同的压力 可能从同事来的 从家庭来的 从财务面来的 从你的健康面来的 你可能觉得 哇 怎么这样 怎么这么大挑战 你可能也会落到一个状况里面说 神啊 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 或者神啊 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奉耶稣明祝福你 神知道 而且神正在靠近你 神正在靠近你 如果你去读那段经文 那个神是怎么样 走在水上 结果第一个看到耶稣的那群人 他们认为那是鬼 有时候神靠近我们都会觉得 是不是鬼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神的拯救 我们都辨识不出来 我们都害怕 是不是神要害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在今天这个诗篇的圈二 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学到 第一个是 上帝呢 他透过可拉 他们的后裔 所写的诗 让我们看见神是不离不弃 与我们同在的诗 上帝透过大卫所写的悔改诗 让我们看见神是会饶恕我们 而且赦免我们 让我们从罪的罪咎里面出来的 得平安的诗 看到大卫他在窘迫中 他宣告他的神的属性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 而且沉默我们高抬保护我们的神 我们的生命中可能都会遇见像可拉后裔 大卫所有的状况 你可能在孤单感里面 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 你觉得神好像很遥远 你可能在罪的愧疚里面 自责里面 你可能在一种无力软弱里面 我要告诉你的是 诗篇的作者们都把那个解答指向了那位永生的神 就我们现代圣徒来说 就新约的圣徒来说 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完整的答案 耶稣基督他必定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 使我们不再羞愧了命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让我们在祂的护卫里面有力量 祂也成为我们的磐石 祂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不知道你的困境是什么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我也在学习 但是让我们今天一起用意志来回应神好不好 意志是什么 就是咬紧牙 超越所有的环境 可能你现在都还在疼痛 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昨天我们在谈到那个医治 以前因为我讲到是很用力 我现在讲到比较不那么用力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变得斯文 我今天讲到很用力 然后我会 我是那种重金属讲到 那种没有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躺老牙 我讲到都这样 我都是大概 我大概四年时间我只有礼拜 可能礼拜三会恢复一点点 因为礼拜三开始服饰又开始烧香 但是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 你知道我以前的梦想是我想要当一个歌手 然后我写歌 我很喜欢音乐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在一起 就是组团 可是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 就是我超越我的感觉 我的声音快没有了 而且已经连续好几年 我的朋友都跟我说 你再这样下去你声音就会坏掉 然后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 我很痛苦 因为我越讲越用力 因为越来越大声才讲得出话来 然后我那时候又觉得 我这样行吗 我这样一直下去我没有声音了 我的现实环境是 我再用我的声音下去 我就没有声音了 但是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用意志 我愿意相信上帝比这些都更好 我就跟上帝说 就算我以后不能唱歌 我跟魔鬼说 因为魔鬼给我恐惧 他说你这样子以后就不能怎么样 我就在灵里面 这是我形容我的样子 我要这样站起来 然后我对着魔鬼说 我就算我的声音永远不能用 我都要起来站个声 你知道那个是个意志 很奇怪 从那个祷告之后 我不是说立刻 慢慢的我的声音就比较不会沙哑 慢慢的 我觉得我的声音又更加强壮 我可以用很久都不会沙哑 以前大概讲一堂就沙哑 我现在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才沙哑 我觉得我超越 我要讲的是 你的信仰必须让你经历 它是你的力量 你的磐石 你的避难所 你的信仰必须让你经历 神赦免你的罪 没有罪子 没有罪疚 你的信仰必须让你经历 你今天很安全 因为你不是孤单 不知道你经历什么 有人可能是现在 正在孤单感里面 你觉得没有人陪伴你 你一个人面对很多困难 记得 可拉的后裔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与我们同在 你现在可能在个罪里面 你出不来 你就很罪疚说 我这样怎么样面对神 记得带着忧伤的灵到神面前 神会保报你 神会赦免你的罪 因为神要的不是你献上什么 而是你忧伤的灵 神看中你这个事 你现在可能在困境里面 像大卫一样 不知道你在哪个阶段 可能还在牧羊人阶段 可能是少年的阶段 可能是被唾弃的阶段 被罪杀的阶段 或者你已经准备要下台的阶段 无论你人生在哪个阶段里面 记得大卫永远宣告 祂是我的力量 祂是我的磐石 祂是我的庇护所 你的神可以经历 你的神会保护你 好不好 光板已经闭起来 愿神今天对你跟我说话 我们都需要从诗篇 这些作者的智慧里面学习 我们一起回到耶稣的面前吧 让耶稣的同在 重新的充满你 让耶稣的接纳跟恢复 拥抱 将那些罪疚感挪去 让耶稣成为你的力量 让磐石跟高台 让耶稣带领你成功过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敬拜一圣 神请清新的小笔 神使用蒂石的小笔 这些是主要有 testify的 那个张笔 像你加上到city 建立梅 下跪了这些小笔 身族有静行丝 怎么会有效的 跟我们一起回到 临 LLC 便是珊慧 但我就是 在你大能空灾里 主神灵火水 热热与降临 点燃我赞美 我歌唱爱慕你 主神灵火焰 飞行我 烧在我心 当我呼求你 当我呼求你 一向梦想都谢你 当众自尽未站立 我宁视天堂熬离 你的爱开启我心 主神灵火水 热热与降临 点燃我赞美 我歌唱爱慕你 主神灵火焰 热热在我心 当我呼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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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奏家 聾明火焰 敏规 奏上我礼 奏上我礼 在你同在里 祝我相复在 你荣耀里 你荣耀里 哦 亲爱神灵 来点燃我心 分上我里 分上我里 在你同在里 祝我相复在 你荣耀里 你荣耀里 我随江河 拥有在我心 沉浸在你怜悯 天堂敞开 细绝我的灵 恢复我在荣耀里 投起来神灵 来点燃我心 分上我里 分上我里 在你同在里 祝我相复在 你荣耀里 你荣耀里 去爱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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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也讓我心 恨上我靈 恨上我靈 在你空在你 祝我相互在 你榮耀裡 你榮耀裡 祝我願的靈來充滿我們 祝我我們裡面的孤單 醉疚 軟弱都帶到你面前 祝我願的同在 轉換它 帶領我們提升 祝我現在聖靈願更生的來充滿我們 祝我用今天在你的愛裡面 再次被恢復 魔鬼不能夠挾制我 不論是孤單 軟弱 或者醉疚 祝我我們要宣告 祝我在你的愛裡面 全部被轉換 祝我今天我們帶著滿滿的你的同在 滿滿的平安與喜樂 還有滿滿的信心宣告你這個力量高攤 我們避難的事 謝謝祝我 我站立在你面前 掌握你 無盡能天你的愛 是我我們宣言 在天堂的擁抱裡 你平安永遠不止息 跟上你 沉寂 沉寂眼裡 奇妙溫天 將我靠近 使我蘇醒 我的全心 祝你 祝你 你的氣息 沉透我靈 你愛出去空虛 是否我心 我失蹭 你就尋找 我抬頭望你 榮耀你 掌揚 我失蹭 你就尋找 我抬頭望你 榮耀你 掌揚 在你左腳踏 我照明 請你 容美我隱藏 在你里面 儘需要溫點 向我靠近 使我蘇醒 我的全心 属你 你的清醒 神通我离 你爱出去恐惧 释放我心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敢敢寻求你 救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伸出 不求更多有你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敢敢寻求你 救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伸出 不求更多有你 奇妙万天 向我靠近 是我苏醒 我的全心 属你 你 你的清醒 神通我离 你爱出去恐惧 释放我心 你 你的清醒 来到主的面前 让他的爱来充满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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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敢敢寻求你 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伸出 不求更多有你 你爱其身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你是我的唯一 我 单单寻求你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伸出 不求更多有你 听我内心伸出 不求更多有你 你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你是我的唯一 我 单单寻求更多有你 祢爱其身 吸尽我的生命 祢是我的唯一 我胆胆寻求祢 主耶稣 祢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目求更多有力 今生 吸尽我的生命 祢是我的唯一 我胆胆寻求祢 主耶稣 祢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目求更多有力 耶稣可以与你同在 耶稣祂要除去你的罪的羞耻跟软弱 耶稣要成为你的刚强 无论你多软弱 无论你多么的危急 祂成为你的避难者 祂是你永远的盘石 祂是你的庇护所 这些都从祂为我们死开始 好不好 我们在主里面请赞你 我要请志弘弟兄带我们来拨平静的主 亲爱的耶稣 感谢赞美你两千多年前 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 你就为我们牺牲 为我们流血 你说在你被卖那一夜 你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我们舍 你应该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祂也拿起这个杯 说这是我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谢谢耶稣为我们破碎 用祂的宝血来洗净我们 不论你在哪个教会受洗 我们在教会的四周 都可以来领用我们的圣餐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请先在我们的位置上 安静地祷告 我们可以拿起这个饼来 蘸着葡萄汁 回到你的位置上 安静地来思想 在过去这一周 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 祢爱即生 吸尽我的生命 祢是我的唯一 我淡淡寻求你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庭我内心删除 不求更多有你 祢爱及神吸进我的生命 祢是我的唯一 我单单寻求祢 主耶稣 祢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不求更多有祢 祢爱及神吸进我的生命 祢是我的唯一 我单单寻求祢 主耶稣 祢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不求更多有祢 我们拿着我们的饼杯 今天主耶稣 祂两千年签 我们牺牲 祂的爱满意出来 给了我们 我们吃这饼都不行茶 就吃了自己的醉 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 来领用我们的饼杯 接着我们来收取奉献 你家人可以在位置上 预备自己的奉献 奉献是神儿女 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是访客 请不要奉献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 但你也没有感动 也请你不要奉献 上帝不缺这个小费 上帝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 可在祂面前 愿意摆上 再次来请拜 你爱及神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淡淡寻求你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不求更多有你 你爱及神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淡淡寻求你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听我内心深处 不求更多 好不好我们去取利 你爱及神 你爱及神 吸尽我的生命 你是我的唯一 你是我的唯一 我淡淡寻求你 主耶稣 你是我所爱慕 你是我所爱慕 你是我内心深处 宣告他的美名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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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所爱慕 提我内心深处 不求更多有你 耶稣 耶稣 我们在祢面前敬拜祢 祢 谢谢祢赐下祢的名 拯救我们 谢谢祢的名 成为我们的磐石 谢谢祢的名 使我们聚集 谢谢祢的名 让我们可以回到 父神的面前 谢谢因着祢的名 祢赐下圣灵保惠师 不离不弃地 与我们同在 谢谢祢 主啊祢的名 带出了牢数设罪 谢谢祢的名 使我们得胜 好不好 如果你心中有任何 感受到孤单的 为祢祷告 主耶稣 愿祢的同在 在所有孤单的心里面 满足他们 主啊 我要奉主的名 拆毁所有谎言说 他们是孤单的 全部都要被拆除 如果你心里面 有罪疚 你觉得 耶稣好像没办法拯救你 这是谎言 任何的罪 都无法大过 耶稣的宝群 主啊 愿祢赐免 接纳 再次拥抱 主啊 那忧伤痛悔的灵 有人觉得 在软弱里面 无法胜过的 这是谎言 因为耶稣要成为 你的得胜 达成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磐石 主啊 愿你的灵 大大充满我们 愿我们今天 带着满满的同在 主啊 我们借着 财务的奉献 再次表明 主我们个人 也全然奉献给你 很属乎你 主啊 再次愿 愿的灵充满在我们身上 也透过主啊 今天这个聚会 再次祝福每一个母亲 愿每一个母亲的心 都得享安慰 他们不觉得孤单 他们不觉得醉疚 他们不觉得软弱 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 我们请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 圣灵宝会是最甜美 最温柔的交通与带领 常与众为祂所爱的圣徒 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好不好 我们派掌将荣耀归给神 请你再次跟你旁边讲 姐妹们说 母亲节快乐 圣上帝师父你们 我们今天楼上有爱宴 楼上有爱宴 请大家留下来 感谢观看